一转眼我的第四份副业 也就是这个卖童装的小生意 已经做了一个半月的时间了 马上也要接近夏季的尾声了 加起来目前一共做了四份副业了 几份副业里边最艰苦最辛苦的一份 就属这个童装生意了 这次真的是让我感觉到了赚钱真难 万事开头是真难 如果再让我耸结一下的话 那就是后累后累的 而且还没赚到多少钱 到现在我清货已经清了一半了 然后当初投进去的五万块钱 成本那个本钱才回来 给你们看看我的利润一共有多少 这就是我的利润了 我估摸着算了一下 如果说这些衣服能一件不剩的卖完的话 应该能有个五六千块钱的利润 也就是我的利润全都在这了 这些剩下的东西全都是我的利润了 当然了这里边是不包含我们投入的 这个场地成本呀 时间成本呀 包括人力成本呀等等的这些 如果说要是算上这些的话 那真是妥妥的就赔钱了 但是呢收获还是有的 接下来就给大家从三个方面来分享一下 我这不到两个月做童装生意的这个收获 先说第一个收获就是种子客户层面的收获 就是从我刚开始做的时候到现在为止 一共是积累了一千多个种子客户了 就是精准的这个客户 而且复购率的话是出乎意料的高 这一千个客户里边复购次数最多的一个顾客是买了六次衣服 是一个河南的小姐姐她每次买的话都是八到十二件的买 最少买的最少的意思是八件衣服 因为夏天的这种衣服它比较便宜嘛 然后我给她平均的算了一下 按照平均每件衣服二十五块钱计算的话 她也在我这里已经消费了一千四到一千五这样子了 你像她家小宝现在才一米左右的个子 现在穿衣服才穿110码 就我现在主营的这种装小童的衣服 最大是到140 150这样 所以说还有好几年的这个合作之路 我如果一直是保持这种薄利多销的这种模式的话 那她肯定是后期她家孩子衣服都是会从我这买的 所以说这样经营来的这种客户的年性是特别高的 而且呢就是很多客户也经常会给我发过来她家的小孩的买家秀 就是经过人家同意之后呢 我就会把他们的那个买家秀发到朋友圈 然后又会带动一批人去购买 反正就是感觉真的就硬了这个 就是你生意越好那就会更好 而且这一千个精准的这个种子客户 大部分都是宝马 不应该是99%都是宝马 就大部分都是主管的家庭的日常的开销呀 采购呀等等的 而且呢有需求的地方她就有市场 所以说后期长期交易变现的话还是比较容易的 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关于职业规划方面 就很多老粉应该都知道我的职业基本上都是靠副业为主的 但是都是依附于某一个雇主存在的这种收入 所以我其实一直是在提心吊胆的过日子 就是假如人家哪天哪个雇主不用我了 那我某一份副业还得要去重新的找这个变现的渠道 而且不是很自由 因为很多时候人家不管你什么时间啊 突然给你发过来一条信息 就不管你在干什么 你得着急忙忙的赶紧做到你的电脑前给人家处理工作 反正就是那种看起来你很自由 其实每天都在听从指挥的状态 并不是很自由 短期的做个一年两年就是没有太大感觉 但是你如果说这种状态持续的时间特别长的话 你慢慢的就会厌倦了 我感觉我现在都稍微有一点点厌倦了 所以呢我的这个第四份副业就是干童装这个事情 我是真的下的辛苦去做的 因为这个事情如果做成了 也算是一份自己可以做主的小生意了 然后你这个小生意能不能长期的发展下去 是掌握在你自己手里的 就我们只要跟得上用户需求 还有消费习惯的变化 它是可以长期做下去的 因为做这种零售生意 我们面向的都是一个一个的零散的终端消费者 就是这个不消费了有那个消费 那个不消费了还有其他人来消费 所以我们只要满足顾客的需求就可以了 自己的这个灵活掌握的这个程度还是比较高的 而且呢你还会随着你积累的这个口碑越来越好 那你的生意也会越来越好 你赚的这个小钱钱也会越来越多 没准干个一两年三 到时候也可以去找一个工厂去加工定制一批呢 总而言之言而耸之就是这个事情是可以让人有奋斗的目标的 但是一直给别人干就不一样了 因为就那一个服务对象 它的需求也在变化 一旦咱们某一点满足不了人家的需求的时候 那我们可能很快就要失业了 所以说得提前谋划出自己的出路 然后第三个方面就是个人成长方面 这个方面我感觉个人感觉最明显的成长 就是自己变得抠门了 开始精打细算了 你像以前有的时候还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欲望 就是想买的东西有时候不管它有没有用先买的再说 哪怕就是买回来放那 但是现在最近这两个月我发现我买的东西很少了 因为现在开始考虑我买每一件东西的价值在哪里了 是不是特别值得买 因为每一笔钱出去我都会想一下 我得卖多少件衣服才能赚回来 前两天小海哥说能不能出去吃一顿 我寻思了一下 我俩随便吃一顿都得200多块钱 然后我要是赚回这200块钱 我最少最少得卖40件衣服 然后我跟小海哥算了一下账 算了别出去了 反正现在就是开始能逐渐的体会到 我们爸妈那一代人 就是依靠做小生意换取收入的那个年代 他们为啥那么勤俭节约了 是真舍不得花钱呀 我现在也是那样的 到到这么多就是想跟你们汇报汇报最近的情况 因为现在太忙太忙了 每天睡眠时间只有四五个小时 一天精神都高度紧绷 而且经常忘事 所以好几天都没更新视频了 剩下的这点衣服我也不着急清了 然后就随远吧 估计算有半个月的时间 剩下的这些衣服全部清仓完毕 然后我的童装副业就可以放个暑假了 稍微轻松一点点 哇你进去这些衣服里放开了一天 她才发现这些衣服 我其中一个叫我